STOP CUFF 那我應該是跟家人在一起結婚 那我應該是跟家人在一起結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家跟在外面差很多 因為他爸是將軍 我爸是軍人 進來還是進入在一起 現在就退役中 退役 然後可能在家 因為我家從小就是比較 算是嚴謹的家庭 所以我在家都是很乖 然後我以前就是高中開始玩謠會樂 然後那時候我去第一次表演的時候 我爸還到表演現場 就是開了軍車要把我抓回家 就很害怕 高中的 在哪裡表演 在學校社團 然後在一個蠻公開的小表演廳 所以他是 你真的是演出完他才站你回家 沒有演出前 因為他反而被演這樣 公開演出他不行 他覺得女生在幹 所以他也沒有唱聲 後來就是我所有朋友掩護我 我就一直都在後台 然後唱完就被找到 因為他找不到我 我就一直都在後台 我在家其實不太會說話 我的話應該是 去教會的時候比較乖 因為我是基督徒 然後禮拜天或是禮拜六會去教會 然後教會 因為大家看起來都很和善 所以我也會習慣聽得對大家很好 不如你都別再說 別再說 你部分應該除了 比如說像舞台上 或是自己在玩音樂這部分 是因為自己很喜歡 所以堅持這東西 其他東西我都可以很乖的 聽我家裡人的話 就是 從小會被訓練 就比如說接電話就要說 請問您哪裡 找這裡是哪裡 請問你有什麼話要留 然後我上計程車什麼 都會被他們講說 我都會跟司機講說 麻煩您我到要到哪裡去什麼 都會 就是還蠻有禮貌 算是看起來平常 應該聽我講話就蠻怪的 但是他有時候有禮貌都讓人真心 比如說我們就是一堆人坐 坐車子 然後他就會說 呃 對不起 等一下如果有上那個 會經過休息站嗎 那是否我可以去 那個有機會上一下廁所 我就 上廁所 如果說不行你還是要上啊 就一直問大家 這個部分如果說他會跟我講不行 我可能跟大家講說 那不好意思我什麼時候可以上 他真的以為不行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一個訓練 就是關於他直接的表達出自己的 對 想不然去 就不用這麼有禮貌 所以後來他就 就這樣子 我可以喝水嗎 這個想很久 所以除了在 就是在台上 跟在一些表演場合中 看起來我比較不乖 外 其他時候我應該都還蠻乖 他其實最乖 他是最乖 我的話應該是跟瓜相反 我是講 開始玩樂團之後 才開始變乖的 因為我以前在還沒玩樂團之前 就是 是個太美 太美 就是 可能我比較自我中心 然後脾氣比較暴躁 然後稍微一點事情 就會很惦記 然後家裡的人的話 還是誰的話 我全部一個都聽不進去 然後也不想去了解 就是別人的用心 或對我的期待 然後一直到我加入這個樂團之後 然後可能因為 就是自己心裡面有個想做的事情 然後 喔對 以前還連課都不太想去上 這樣 可是因為會覺得說 我想要把 就開始加入樂團之後 然後就 因為要有錢去買樂器 然後就開始 就很認真的打工 然後因為要打工 又要練團 所以就很認真的 調整自己的時間 就開始會去注意到一些 就是自己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 別人 就是別人的感受 別人的想法 開始會去聽 可能因為 也跟玩音樂的人 要寫歌 要去感受音樂裡面的東西 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自從開始玩搖滾音樂之後 我真的變得比較乖 有嗎 有嗎